望断西京流传奇曾言,蓝星会智出名门,无形才女沈珍珠。 唐朝年间,瑞珍皇后沈珍珠,出身世家,才貌双全,但下长子,却因安史之乱,难或安稳人生,终下落不明,成永恒遗憾,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,这里是繁华五千年,欢迎订阅观看。 虽封建背景下,男子女卑思想根深蒂固,女性地位普遍卑微,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却认为,后宫女子普遍有着较高地位,且能够获得融化生活,然而,并非所有后宫女子都能如世人想象的那般拥有安稳的人生。 曾经,我国历史上便出现过这样一位特殊的皇后,她二十六岁那年便不幸失踪,此后的她也被私人皇帝苦苦寻找四十六年的时间,那么,这位失踪皇后究竟何许人也? 她又有着何种艰难的人生经历呢?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失踪皇后便是唐代宗的瑞珍皇后沈珍珠,作为一位名门之女。 沈珍珠的家中有着多位朝廷重臣,可以说,在看重身份阶级的古代社会中,有着如此出身的女孩,必定会获得常人所没有的显贵生活,史料记载,沈珍珠容貌出众。 财情过人,自幼便是许多人称赞的对象,受此情况影响,唐玄宗之子李亨便决定请求父亲将这位名门贵女许给儿子李处,是以沈珍珠的出身背景来看。 他完全有资格成为李处的正妃,然而,由于李处正妃的姨母为杨贵妃,所以,即使沈珍珠出身名门,也只能屈居侧妃之位自结婚以来,沈珍珠便会经常受到崔氏的打压。 对于沈珍珠而言,他并不希望与崔氏发生冲突,便对崔氏百般忍让,然而,沈珍珠的忍让,却并未让崔氏放弃对沈珍珠的打压,尽管这段时间内的沈珍珠间内的沈珍珠过着较为压抑的生活。 可基于李处对沈珍珠的偏爱,后来的沈珍珠成功为李处生下长子李阔,然而,正当沈珍珠期盼着自己未来母平子贵的美好生活时,安史之乱却突然爆发,这也使得唐朝皇室地位受到极大的撼动。 此后,唐玄宗带着李亨等人逃出长安,当时,诸多皇室成员都参与到了逃亡的队伍当中,可由于沈珍珠只是一位侧妃,因此,他便没有资格与丈夫及儿子一同逃走。 尽管李处希望将沈珍珠一起带走,可迫于身份的无奈,他也只能将沈珍珠独自留在长安地区。 在安史之乱得以平定后,大唐皇室成员纷纷回到都城,李处则暗中派人寻找沈珍珠的下落,此后,在李处的多番努力下,失散已久的沈珍珠终于被找到,可由于当时的李处地位尚且不稳,所以,他也不敢贸然将沈珍珠接回长安,只能将其藏在洛阳宫中可在混乱动荡的时代中。 两人的安稳生活,却并未一直持续下去,随着又一次动乱的爆发,洛阳地区被彻底攻陷,尽管在李处带兵后,洛阳地区被成功收复,可自此之后,沈珍珠却下落不明,后期,李处顺利登基,成为一国之君,可无论他如何寻找,沈珍珠都如人间蒸发一般不知所踪,可李处却始终未能放弃,直至其离世之际,也曾嘱咐儿子李阔,一定要寻找到沈珍珠的下落。 此后数十年内,寻找沈珍珠便成为唐朝皇帝的重要任务,可直至沈珍珠的曾孙唐宪宗继位时,沈珍珠仍未被成功找到。 至此,距离沈珍珠失踪已经过去了46年,唐朝也改换了四任皇帝,因沈珍珠已经失踪太长时间,所以,唐宪宗也只能无奈将曾祖母封为瑞珍皇后,并为其在李处的皇陵中修建起一座衣冠中。 在后世对唐朝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,普遍会对沈珍珠非常好奇,毕竟相比普通皇后来说,她的人生经历更为传奇曲折。 作为一位名门贵女,沈珍珠本有希望过上荣华人生,然而,生在战乱动荡年代中的她,却很难把我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以看出在混乱时代中。 无论女子有着何种显赫出身,都很可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,被迫过上悲惨曲折的一生,时至今日,关于沈珍珠的下落,仍是我国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大未解难题,这也使得许多历史专家对沈珍珠极为重视。 或许在未来社会中,随着我国考古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关于沈珍珠的真正下落,也能够得到相应的解答,人们亦能凭借着对沈珍珠的了解,体会到大唐乱世的别样传奇经历,清朝顺治八年,1651年,顺治地想提拔一个官员,但怕众人反对。 他便对大家说,这个官员举止异常,应该拉下去重罚,大家都觉得没必要,纷纷为此人说好话,有人说他很勇敢,有人说他学识渊博等等,最后顺治说,既然你们都这么夸他,那我就提拔他担任倾向吧。 最终,这位官员被任命为内密书院学士,属于从二品的大员了,这个被顺治提拔的人,名叫土海,在清朝初年,土海是政治家,也是著名的军事家,土海曾带领一群家奴平定叛乱,他文明于后世,也充满争议,根据青史稿列传三十八记载,土海。 自临州,马家市,满洲正皇旗人,父穆哈达,市居隋分,土海,自临州,来自满洲正皇旗马家市,土海祖上居住在隋分河,金黑龙江隋分河市,他的父亲名叫穆哈达,曾经是清朝的一位将领,土海为人忠实,性格敦厚,最初以笔贴式的身份进入仕途,低级别的文书,经过多年历练,他逐渐升为原外郎,顺治二年。 土海被任命为内国使馆士读,兼转修官,需要说明的是,清朝顺治十六年,才将内三院,内国使院,内米书院,内洪文院,改为汉民院,在此之前,内国使馆士读是从五品官员,主要负责修转清朝国史,所以,这个时候的土海,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臣,土海在内国使馆工作非常卖力,人员很好,顺治八年的一天,他背着书香到南院,被路过的顺治地看重, 顺治地派人打听了土海的背景和为人后,想重用他,于是,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,顺治地先要治土海的罪。 等大家为土海求情时,他在提拔土海为内密书院学士,从从五品一次性提拔到从二品,在当时也非常罕见,事实证明,土海果然没有辜负顺治地的期望,他克勤职守,处理每一件政武都非常认真,两年后,土海被提拔为洪文院大学士,义政大臣,相当于进入了清朝的中书,两年后,土海又被提拔为太子太保,兼刑部尚书,正义品,顺治地后来曾说过, 土海原系白身,镇破格幽酌,任用义品,顺治地的言下之意是,土海能观之义品,全靠他的提拔,土海在四年的时间。 从一个从五品的内国使馆,试读一跃成为正义品的中书大员,四年连升九级,这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,顺治七年,多尔滚去世,顺治地即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班底,土海便是被顺治地看中要快速提拔的人才之一, 土海在监管刑部的时候,听取汉陈姚文冉的建议,把清朝初年刑罚中的一些酷刑进行删除,这是一建功在千秋的事情,在当时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誉。 不过,土海也有倒霉的时候,顺治十五年,土海掌管的刑部因为对江南乡事务必案中的犯人处罚太轻。 遭到了顺治地的问责,土海被免去少保和大学士之职,第二年,土海的家奴犯案彻底惹怒了顺治地,顺治地下旨,将土海革职查办,超莫家产,这等于直接断绝了土海的仕途之路。 不过,顺治地也知道土海有些冤枉,青史稿,土海传记载,士祖崩,一命启用圣祖即位,受正皇旗满洲都统,即顺治临终前,曾留下遗言,要重新启用土海,康熙帝继位后,受土海为满洲正皇旗都统,土海经历的这些仕途坎坷,对他的人生不失为一种磨炼,到了康熙初年。 土海最大贡献是他参与围捕了两个重要犯人,第一个是李来亨,李来亨是李自成的侄孙,顺治年间,李来亨带领大顺农民军残部继续在京乡一带抗清,康熙元年,朝廷抽调二十万兵马南下围剿,将李来围困在毛路山,由于李来亨平显坚守,清军人马虽多,但接近不得,最终,康熙下令让土海带领兵马实行长期围困策策略。 大顺军在坚持大半年后,梁尽元决,李来亨走投无路举火自焚,土海因而取胜,不过,在李来亨自杀后,土海下令将俘虏的六千多名大顺士兵悉数屠杀,显示出他暴虐的一面,土海围捕的第二个犯人是朱三太子。 康熙初年,杨启龙诈称自己是朱三太子,在全国各地游走,困扰康熙多年,最终在土海等人带领下,捕获杨启龙,结了康熙的心腹大患, 到了康熙九年,土海凭借自己的文武之才,被提拔为中和电大学士兼礼部尚书,两年后,土海被加封为太子太傅。 声明和权势恢复到了顺治时期的最高水平,又一年,三藩之乱爆发了,康熙十二年十月,平熙王吴三桂一方面举兵造反,另一方面封锁消息,康熙帝到第二年正月才得到吴三桂起兵的消息。 此时,吴三桂已经控制云南,贵州两省,四川,湖南也被占据了大半,到了三月,身在福建的靖南王耿京中,举兵响应吴三桂,加上广西的孙延龄,陕西的王府城纷纷反叛,清朝顿时应接不暇。 所以,清廷刚开始一直处于劣势,为了平定叛乱,康熙帝基本上倾尽全力,把全国能用的兵马全部派往各地平叛。 土海当时在中枢,他负责为各地平乱的兵马筹备良想,可是,乌漏偏逢连夜雨,正在康熙集中经历对付三藩之乱时,蒙古的查哈尔王布尔尼趁机反叛清朝,军情紧急,清廷已无兵可用。 如果不及时派兵抵御,那查哈尔大军可能直接从北方冲击清军老巢,后果不堪设想,康熙帝急得团团转,关键时刻,孝庄太皇太后说,土海才掠过人,可以带兵抵御强敌。 于是,康熙急召土海,土海表示他愿意领兵,但是,没有兵马怎么评判呢?孝庭杂禄记载,时诛尽屡接难征。 素未尽空,公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建勇者,得数万人,公令以一日聚得胜门外,土海奏请康熙,可以让在京八旗子弟把家中的家奴都奉献出来。 第二天,数万家奴在得胜门口集合,他们老的老,小的小,一看就没什么战斗力,土海就带着这些家奴们开启了征途,家奴们毕竟不是正规军,他们加入到土海的队伍,一方面是因为家主的派遣,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捞点好处,土海深知这一点,土海就对这些家奴们提二个要求,第一,不准当逃兵,否则杀无赦,第二,一路急行军,中途没有命令不准休息,只要答应这两个要求,至于家奴们沿途做什么,土海一律不管,在路过村寨时,有家奴沿路抢劫,土海果然视而不见,任凭他们胡作非为,于是,家奴们更加疯狂, 他们争相跑到前一个村寨抢劣,无疑加快了行军速度,土海仅用了四天时间就到达战场,第一仗,敌军一意待老,早已埋伏在山谷,土海的兵马遭到伏击,土海临危不乱,指挥大家反击, 家奴们毕竟没上过战场,有些害怕,土海对大家说,您之前抢的财物都是小弟主家的,不能称之为宝物, 如果你们能打败这些敌人,查哈尔王宫内的数百年积蓄都是你们的,那才叫终身富贵啊, 于是,家奴们突然振奋起来,他们为了财物杀红的眼,个个以一敌百,奋勇杀敌,很快便反败为胜, 土海凭定查,哈尔叛乱之后,果然兑现诺言,任由家奴们抢掠,有的甚至烧毁房屋,侮辱妇女,土海也没有惩罚, 最后,家奴们个个喜不自胜,满载而归,带土海回京,康熙帝则问土海为何纵容兵马劫掠, 土海说,尘实无状,然以渔仆之鉴,欲方强之敌,若不以财博又致以壮其胆,何以得其死利? 意思是,我确实做得不对,但是,我带着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家奴来抵御强敌, 如果不以财博来激发他们的野心,怎么能让他们笑死利呢? 康熙帝听完土海第一解释,觉得很有道理,遂不追究土海之罪,并说,朕就知道你一定会有所作为,非常知识。 当行非常知法,从仁义的角度来说,土海的做法的确欠妥,但单纯从打胜仗的目的来看, 土海的做法也被一部分人理解,查哈尔之乱刚刚被土海平定,陕西境内军情告急, 因为陕西提督王府城,举起反旗响应吴三贵,康熙最初派定西大将军董厄攻打王府城, 可惜董厄久战不利,康熙帝不想再拖延。 于是,康熙十五年二月,土海被任命为辅远大将军,率军赴陕攻打王府城。 这一次,土海带的可是正规军,到达平梁后,军纪肃然,土海带兵有个特殊的方法。 他做了两种木牌,分别叫攻牌和过牌,将士们在战场上的表现, 有功劳的记录在攻牌上,有过错的记录在过牌上,因此军纪非常严明。 在平梁城外,土海亲自带兵杀向虎山墩,最终占领了虎山墩,从虎山墩俯看下去,可以将平梁城尽收眼底。 于是,土海打算利用高地优势,炮击平梁城,如果一旦炮击,不仅王府城的兵马会损失惨重,城里的百姓也会遭殃。 这个时候,有一个人对土海影响很大,此人就是周昌。周昌是谁?他还有个名字,大家或许很熟悉。 清史稿记载,昌,自裴公,经文诸生,好奇记,左镇武将军吴丹有劳,以七品官录用,土海赐同官,以策干之,克诸穆,周昌,自裴公。 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周裴公,周裴公善用其谋,曾辅佐镇武将军吴丹,这一次土海攻打王府城,请周裴公坐幕了,周裴公建议土海不要屠杀无辜。 做那千古罪人,而是应该利用优势,劝降王府城,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,土海很心动,于是周裴公自告奋勇,入城劝降王府城。 周裴公临行前对土海说,如果我周昌能劝降王府城,那就是你土海的福气,如果我遭到不测,为这城内万千百姓尽一份力,我也死而无憾了。 结果,周裴公进城后,果然劝降了王府城,陕西叛乱得到平定,大军颁师回朝后,土海被记下一大功,土海在平梁之战时还做了一件事。 据清朝野史大官,记载,土海领兵,大学士使闻乡土海公记定平梁。 军中论功,取诸将偏批士族,记公牌报布,记过牌西具焚支,不宜与人。 意思是说,土海打赢这场战争后,把公牌交到朝廷情赏,却把过牌都烧了。 将士们因此非常感激他,都发誓要为土海效死利,王府城的投降。 对当时的局面影响很大,清廷捡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,可以腾出更多的兵力对付吴三桂。